來 看來其他的消息 馬總統已經結束了 十二天的財政出發的行程 今天這個外交部長 有很久到立冠議來就這次出訪 來做報告 強調馬總統的體育外交 尤其負責有本國家的完修 交情這方面開始有好的建立 不過在那裡有被批評說 現在這個油和電都在蓋這個時候 只看到總統人在財政做霸行検診 對任命來說這印象是不太好 我們要聽到他的非洲政策 我們要聽到我們對非洲的戰略 你很清楚中國現在在非洲 已經進行全面的滲透 能源的掠奪 新殖民主義 知道你會批評中國專民這次經營 整個國際現實中這次出訪 就是沒看到馬總統 那這次外交部有任何具體戰力補救 另外五日控總統第二任期就要進行中路 聽說有很疼有可能在這部 入國人數改造名單中 有很疼好像表示氣流 不是自己可以決定 目前就是要做好外交的工作 你願不願意留下來 你想不想留下來 這些都不是我思考的問題 什麼 事實上我一生裡面從來沒有去求過 或去要求過 我認了一個職務 知道立委屬連對總統 非洲出訪這麼多批評 不過對這次出訪 到印度夢買過境家遊 條約標示肯定 終於是一天台營關係外國獨佛 台營兩國應該要不再發展 更加是一個規模關係 地價總統